跟辛苦的所謂到底有什麼差別 因為我大學就念心工系 所以我還特地去找一下我以前的課標 大學基本上會認為它比較像是一個通才的教練 它還是會教你 而且它最主要訓練是在訓練通理性的部分 因為才一個大學生其實還很年輕 所以基本上我們學太多高生的理論沒有出來 所以理論的部分它大概會有一個干擾 以前我大學的時候智商理論是一整年 可是我現在聽說好像智商理論變成一學期 所以其實那一學期我們要教十個學派 其實蠻乾的 因為一個學期只在十八週了 其實學比較太多 它主要其實都在學同理性 再來會有一些所謂基礎心理學 比如普通心理學 然後我認知心理學 教你人是什麼思考 情緒心理學 那可能教你去看 看不同的情緒它背後有什麼樣的技術 或者是社會心理學 社會心理學在研究一群人 像我們現在一群人就在一起 其實我們就已經有一些心理動物在運作 OK 然後還有變態心理學 變態心理學在教一些比較精神的部分 那有少數的學校 像國賢國北 我們會請台大的老師來教我們生理心理學 生理心理學會教你五臟六臟的運作 你的神經 神經創造物質是什麼東西 它怎麼影響 OK 到研究所 智商理論它會再生的話 比較比較深 然後也會有比較多的特定的理論特程 而且那時候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叫做實習 實習 實習的時候就有熱愛 所以當你一邊學了特定舞科 比如說那時候我一邊學人機理車 這個學派 我一邊就在我的食物現場用 然後回來就跟我老師討論 所以我遇到什麼困難 然後接下來實習很重要的東西 他有步道 步道的意思就是 就是有一個職商師的前輩 來跟討論你自己啊 你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有一個成長性 還有最後一個叫做論文研究 就是你要想做我才能畢業 這樣子 所以研究所的訓練跟搭訓 其實差異蠻大的 然後接下來我整理了幾個 我比較常聽到民眾會問我們的問題 第一個 正常要問到的是 心理師生會懂我嗎 那其實陌生的 他 我媽應該會比較懂我吧 或我朋友她對我了解比較多吧 那我跟心理師談我的困難到底要辦嗎 OK 所以那不一樣的就是 我在單次台跟大家分享 因為智商心理師的這個過程 你想想我跟你朋友 是不是有時候 你會有一種經驗事 你看他速度 結果他還在你傷口上死 或者可以造成惡度上派 然後這樣不要想那麼多啦 甚至他會可能說 欸你要不要反省你這樣自己有所 然後你就更珍惜 或者更難過 為什麼 因為他會帶著他的價值觀 去跟你互動 可是智商心理師 他會盡量把自己親的感情 然後回應你真實的狀態 他可以接到很多的情緒 很多的想法 所以這是很大的問題 第二個是很多人會說 欸我是不是有病才要來接受 雖然現在從學校就有導師 會做很多的推動教育 但我發現學生還是很多都會認為 有病才要來 我通常都跟我學生講一句話說 你不見得有病才要來啊 其實你只要想找人來聊聊天 或者你對於了解你自己的情緒很多人來 所以我是用一個速限的概念來看 大家會看到這邊有速限的一二 所謂有病變沒病 是從負一到零的這個故事 的確很多人都是遇到的 比較重大的困擾的時候 他的心理健康往下降 所以我們要幫他恢復 可是其實你們覺得零就是健康嗎 零可能不是健康對不對 因為零其實就是沒有生病的狀態 那其實當我們從零有一個基礎 也許我快想過就更好 對自己有更多的了解 然後增加自己對自己的覺察 然後也增加自己面對這個 未知的生命的應對能力 所以從零開始還有很長段落可以走 心理智商其實這一塊 如果你並不是很有困擾的人 其實你可以 智商心理會幫你繼續往前走 這是我自己的概念 再來是哪裡得找到智商心理師 其實我覺得智商心理師有時候 就潛伏在各位的身邊 只是大家都沒有發現 第一個多一隻學生的話 非常好 就是去學生資料中心最多 然後醫院其實也有所謂 有健康給付的難者 只是他的次數或時間會較斷 然後再有一些社區經濟 比如說像華蘭經營 華蘭經營 還有旅序經營會 有一些單位他也是可以找到的 或者是有些性癥者 我甚至是智商心理師 他自己各地開業 都可以找到 然後接下來 有很多人會知道這種方式 其實我知道智商很好 我也很想找智商心理師 可是問題有沒有錢都不幹 基本上我有幾個替代方案 第一個是各縣市的行理衛生中心 其實也有比較便宜的智商 一次我既然會有實在是一百塊 然後第二個就是一月 可是這兩個部分 通常都會有次數的限制 不過他可能只有可以一次給你 三次到四十五個鐘 那還有另外一部分 我覺得你可以考慮跟經營師 其實討論的是 雖然傳統心理智商 認為你週刊一次 你是不是跟人家有效 但是畢竟 我們都不是那麼有錢的對不對 除非我們又不是往母親或不談 所以我覺得可以兩週 或一個月一次 一個女性的信討論 然後經營心理師 在結束之前 派給人家做的 我個人認為啦 其實智商會有效 不是因為智商適合離開 而是你有多少意願 能面對你自己的狀況 所以智商師 並不是一個神仙 你來找他 他就讓你喝個浮水 或者揮個魔晃 你的心理困擾就都沒有了 其實你的會改變 或是因為智商是陪伴的 然後你用你自己的力量 來面對困境 那如果既然是這樣子 你一定要一週一次嗎 就還好啦 如果你願意 補足中間的幾次互產當中 所走的歷程 一個月一次 其實也是會達到很好的效果 我現在還有多少時間 十分鐘 太好了 快講話 心理師法下修案的部分 這個部分才全面介紹過了 那我就 我羅列了一下 我個人認為其實在心理師法的 這個各個不同單本裡面 其實我到底要思考關鍵點是什麼 第一個部分是在第二場演講 這好難問老師 其實跟底下的幾個夥伴 有在討論所謂心理師的本質 到底是什麼東西 其實說真的 這個問題我覺得很難回答 因為心理工作 就像我們剛才的那四個圖案一樣 那是一個很高度抽象化的東西 我們連要說清楚 聽說開始都有點難 那心理師到底在幹嘛 對 這是一個大代物 然後第二部分是 我到底要不要下修 也就是專業素質 到底在大學部 是不是可以維持我們專業領值 如果可以的話 那我怎麼下修呢 那我不行 那我或許要回到今天 就是我的這個成績來思考 第三個東西是 諮商跟臨床要不要合併 這就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有人認為其實 諮商跟臨床 既然都是心理師 都是心理工作者 好像可以合併 我們只不過是訓練的技巧 或者某些狀況不太一樣 應該要變成一個更完整的心理訓練 才對 但是也有人會提出一個角度是 諮商跟臨床 即從高中的時候 我們整個都已經分開了 心理系大部分都是 理所去考 然後諮商 心理諮商 心理理道 都是文所去考 你看理科跟文科的思考 都開始不一樣 那如果這兩個其實是 兩套合併一樣的思維 真的可以把它弄在一起嗎 就是搭配思考的東西 然後其他還是我們如何鞏固 自己的專業 這裡面牽涉很多 比如說 在我們這一行裡面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術 比如有諮商 有輔導 有心理治療 有諮詢 這些東西到底有什麼哪些 不一樣 其實 對 有的時候也很難 也許我們可以用文字 定義形成 但實物上不分開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去 區別這些東西 然後對於相關聯誉工作的人 人人 比如說張老師的義工 或者 某些 場合可以訓出來的志工 甚至是 也許是什麼 身心靈工作者等等 你到底怎麼界定我們 跟他不一樣 這樣才有辦法 說 欸我不是要專業的人 如果我做不清楚 民眾可能會覺得 嗯 那我去找法師收聽一下 讓你能不能笑到 要不要來找清楚 好 另外還有一個 提問是 職業常作 到底是不是 可以開放 這個部分也是很讓很多心事做到 因為在醫療 嗯 醫療體系裡面 基本上很少聽說 醫生他會 每天跑路面 常說 護士你很少聽到說 欸他禮拜一在這裡 禮拜二在那裡 大部分都是跟 就是在一個 可是心理師 因為他的工作 原因 所以其實我們有一票 比較主謂的行動行事 到處接案 到處跑 那其實 他可以 每天都在不一樣地方 但是目前的法律 又規定我們只能指定在一個地方 其他地方要支援寶貝 那是不是可以取消這規定 給我們一個比較大的彈性 然後 這一點部分 這個部分是其實我們自己在一個 叫做臨床藝人堂的 FD社群面有在討論 我們有自己提出來說 欸是不是可以讓大學部的人 去做所謂的輔導心理師 其實我覺得這個概念 很像所謂心理人的概念 因為我們有提到 在職場訪問 我會有所謂的三指 那是不是讓大學部來通知 我會有所謂的 比如說比較簡單的 心理能見 心理測驗 然後 嗯 很多的心會推廣的這個部分 其實可以教育他們的討論 然後有心理師做二三幾個 讀導 的工作 或者讀導他們 但這部分肯定要思考 它其實跟下修有關係 如果下修到大學部 我們是不是會被過去 比如說最直接衝擊師 或會縮心師的 青春就變成22K 然後他學生那麼多 很好用對不對 所以我們四四方就盡量的操死 這樣 那也是蠻讓我們擔心的 反正 反正你待不下去 我還有其他大學生等著 在我後面啊 那我幹嘛要替你照相 這東西其實也是我們要思考的 那還有最後一個部分 是 我們已經有發現一個很大的現象 是 就是我們自己內部專業的人 兩道配上來教育 可是民眾其實好像不見得很有感覺 所以我們到底要如何透過心理師法 或甚至 也許這跟法條不關呢 就是後續我們要做的是 我們怎麼樣讓民眾 跟立友了解 我們心理師法在幹嘛 因為其實如果民眾根本就不瞭解 我們心理師在幹嘛 他也不覺得 他也不會覺得心理師法價格很不好吧 那對他來講 可能他更搞清楚 塑膽跟他人生造成不一樣 OK 這是我的一點小小的介紹 謝謝大家